自己伙伴,超方伙伴利久 好,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其实行走就是非常炫苦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近飞行的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利久的普攻 这是一个多段,然后伤害频率很高的一个普攻 而且大家就都知道我们的利久是有这个毒素的特性啊 和麦仲伦的不同,就其实他的毒素会根据他不同的这个技能去进行联动 比如像我们的,像我们频A他就是简单的一个复毒的效果 这里有刚刚有看会有一个124的持续毒伤啊 就会有在对手触发倒地保护之后也会有那个持续毒伤 然后利久其实他的技能常驻就会有四个技能 加上一个四个技能,加上一个激动技 其实相对来讲,他虽然不是一个多形态的伙伴 但是他其实他的技能数量和他的质量其实都完全不逊于这种传统的多形态伙伴 先看他的一技能 一技能其实是一个上踢嘛 其实简单来讲,他的上踢但是会有变种 是一个用来近身反打或者说一个打伤害的技能 他进入上踢了之后,其实他可以在空中去对对手进行一个追击 然后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就是包括他们文斯默和家族的一些这些表现上 其实和对吧,山智也是有类似之处,但他们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山智是更有就是比如说火焰的感觉,而我们雷九是这个毒液的感觉 然后再看他的二技能,二技能是更具起飞的一个起手型的技能 像这里会进行起飞 然后通过释放我们的二技能的这个替换剂 也是可以会闪到对对手的身后去进行攻击 然后在这里你也可以自由的去接一技能或者普攻 去持续进行输出 然后你会发现二技能他在命中前跟命中后啊,其实是有两个替换剂 他的作用其实有所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二技能,然后在这里是一个追到对手身前 然后如果是你先命中啊,他是一个上踢 也是通过去不同的踢击造成伤害 然后其实还有他的两个子技能 就是分别一个是向前冲 其实更多的是用这个技能去进行规避和其他技能的释放 然后可以去有一个转向 然后还有一个是释放大量的毒素 这其实会对对手造成持续的伤害 然后他的释放期间也是会有霸体的效果 他的表现其实也是能够体现他这个粉紫色的这种毒素的持续掉血的伤害的感觉 然后再来看我们力久这边的奥义 小奥义呢也是对前方造成一片毒物,然后会造成伤害 也是一个偏前方我们的一个扇形 一个范围比较大的扇形伤害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这个力久的终极奥义啊 这个终极奥义其实之前我们在不同奥义的设计上 都会有美术同学有巧思 比如说在我们的战斗员佐罗的设计上 他可能他会有那个在小奥义上会有那个字和展示嘛 然后这次力久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独特的这个 这个终极奥义的展示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遍我们力久的展示 然后大家也不要 力久的奥义展示也不要忘了 大家可以在游戏内参与活动去免费获得我们的全新超凡 也是保持了一致的福利比例 当时是一个小直播 然后老桑临时决定他说要不要大家一起去送一张抽卡券嘛 所以就其实那个除夕福利是我们日常的直播福利并不是我们的大活动啊 然后我们除夕的活动大家相信也在游戏内有获得我们的船 也包括我们的船长路飞和其他的一些内容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啊 纳美将也是使用了他非常擅长的这个战桃碗啊 战桃碗也是他的本命英雄 哎他扶都躲掉了 这里我直接去进入吧 又被一个免痛顶掉 然后这里他抓一个后摇 好 他抓住 在这里直接去进行一个伤害 也是很可惜 哎呦 那美将的战桃碗还是很有实力啊 这里 直接 抓住 他这个佩罗娜相对来讲比较 比较 比较远 我冰角顶到了吧给他 直接抓吧 这里 也是进行打 把伤害打满 老S 没抓到 这点水栏应该能扫死 OK 进入我们的下一回合 在这里也是看看大美将的 哦 好快啊 这就刚说完啊 就是我的利久可能刚刚在回复大家 的时候被骑手 没没骑手到 而大美将相对来讲好像熟练了一些 抓住啊 原度还没有抓住 像我们的马尔高进行骑手 火柱有点慢 然后利久其实跟山智一样也是会用踢击去进行骑手 相对来讲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 一扫 霸体 霸体的话 顶下来我也自然是可以打满一套 哎 这里没抓上 有点可惜没有抓上 然后利久也是起飞进入霸体 然后他的代表 就其实艾斯的那个二技能是射那个火枪 而利久的激斗技是远程就射出这个毒液子弹 哎呦 刚说完 他在嘲讽我 他故意不打我 很难受 然后利久也是一个相对来讲远程去进行拉扯 然后近战去进行持续输出的火把我 好快 他的二技能是一个主要骑手的手段 在这里 男性将军 男性将军 男性将军没有打到 我怕直接加高 龙阿高的友情技还是确实相对来讲非常好用 往这里批 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结束我这个武力状态 我想要去用那个激斗技批的时候 就被他打到了 打到了相关的这个伤害 这也是被打到连角度 就利久也是一个 其实总体强度是我们也认为是一个比较符合预期 但是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和快速的 然后持续伤害也是非常强的 又被霸体停掉很难受 这也给大家把伤害打了 敲满了一个友情技 在这里 这里我直接一个 而且要拉 有没有看到 平FP 直接 伤害打了 然后在这里也是 秒掉好了 连续到第一个火 第三个伙伴 直接提伤害 然后在这里 差点太大了 然后还灌满了 罗宾还是会比较怕我们像头发一些伙伴的近战出战 好久没有在我们的主播PK环节获得 好久不见了